那今天我们主要来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Vision Transformer的这个部分 那在进入Vision Transformer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前面讲这么多的 这个Covolusional Neural Network 它本身事实上也有蛮多这种 不是local的这种operation的这个部分 那一个最 我们之前比较常看到的这个例子 就是这个Squiz Citation Network的这个部分 那各位应该还记得 它其实就是做一个所谓的Channel Attention 就是把你这个Fature Map 它就做一个Global Ability Pulling 然后经过两层的这个Fully Connect 然后做Sigmoid 那么来到0到1 然后其实就是算 因为它等于是把每个Channel 的一个Fature Map 把它直接取一个平均值 取一个平均值 然后看各个Channel之间的关系 所以它等于就是得到一个Channel的Attention 所以这个就是Channel Attention的部分 所以它这样子 你就可以看到说 它其实就是看到整个Fature Map 的一个 而彼此之间关小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Global的这个 也算是一个比较Global的一个Operation的这个部分 那类似的其实还蛮多的 那其实我们有的并没有提到 那这个是所谓的Gather Excite 那整个结构其实跟这个XCNet 还蛮像 还蛮像 那只是说它变成是在 也一样是作用在这个Fature Map上面 作用在Fature Map上面 那只是它这边是做一个Pooling层 变成一个比较小的一个 变成一个比较小的 然后去算它的一些 也是有点算这个Tension的部分 然后再跟原来的这个做一个相成 然后再resize到原来的这个大小 所以这也是一个 有点类似的这个作品 然后另外在Convolution里面 其实还蛮多这些 LilyCoco的这个类似的 Attention的这个部分 那在我们前面其实并没有提到 那那像这个的话 是所谓的BottleneckAttention Module 那它这个其实是包含 上面的这一个部分 上面这个部分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看到的那个 SENet的那个 因为它这边就是做GlobalTooling 然后再做Futley Connet Futley Connet 然后经过Segmode 所以这边就是做ChannelAttention 那通常跟ChannelAttention 搭配的会做这个SpecialAttention 的部分 SpecialAttention的部分 我们顾名思义它基本上就是在你的这个Special的 这个SY这个层去做好 好那你要在SY这层去做的话 那你的Channel数如果很多的话 当然计算就会有点吃不消 所以它这边会先把你的这个输入 先经过一个一乘一的这个Convolution 把它的这个Channel 把它稍微缩小一点 把它缩小一点 然后后面接两个三乘三的这个 Directed的这个Convolution Directed Convolution 然后再做一个 一乘一的这个Convolution 然后再把Channel还原回去 跟你的这边的ChannelAttention 把它给两个相乘起 所以它这是SpecialAttention加上 SpecialAttention加上这个ChannelAttention的这个 部分ChannelAttention 所以所以因为SpecialAttention 你等于是要做的事情 是希望是可以看到你的这个 FatureMap上面哪一些是比较重要的 会再highlight一次 会把重点的这个再再抓出来一下 好所以所以这个两边两边来搭配 两边来搭配 那不过SpecialAttention的这个计算量 相较于这个ChannelAttention的计算量 就就大出蛮多的 因为它是作用在你整个 尤其你的FatureMap很大的时候 这个计算量就会就会比较比较大一点 那另外一个做到这种 属于这种Non-Local的部分 还有一个我们之前最早最早提到的 这种NLP Furricon内层的这个部分 它其实也是 其实也是 那只是NLP的部分 我们在前面有跟各位介绍过 NLP的这个部分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如果作用在影像的话 因为影像的size很大 这边整个展开来的话 那你整个的参数量和计算量 其实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 讲到VisionTransformer之前 我们大概会看到的几个 这种Non-Local的一个Furricion 也就是它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ResetiveFeel的这种 直接就可以做的一些方法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介绍 这个VisionTransformer 那我们在前次的上课的时候 我们有跟各位介绍到 用在这个自然语言处理 NLP里面的这个Transformer的这个部分 那因为它那边用的 其实效果还蛮不错的 所以就有人想说 可不可以把它用在这个影像上面 影像上面 所以这个是他们做出来的 做出来的这个部分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最早做出来的这个 这个是用在ImageNet上面 ImageNet上面的这个 最早的这个是这个VIT 这个大概是第一篇 第一篇比较正式 拿这个Transformer的这个架构 用在Vision上面的这个部分 那其他的这些一大堆 这个都是不同的这个 变形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 各位看一下这个 你的我们的参考点在哪里 参考点主要是下面的这两个 这两个是CNN的这个结构 尤其是最后这个是 EfficientNet V2 EfficientNet V2 那基本上应该就这个了 这个 EfficientNet V2 好所以 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早期一点的 资料 早期一点资料 所以你会看到这边的ImageNet的 这个准确度 好像这个还比较高一点 那我们后面看到这个 其他的这个 做出来的这个结果 那Transformer的这个 有的准确度 事实上会超过这个CNN的这个 部分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这一页投影片 事实上是我们在 本来应该在9-2最后 最后一页的 我们把它直接把它翻过来而已 那我们要把这种SelfTension 的这个用在这个Vision上面 Vision上面 那是怎么用 Vision怎么用 那基本上每一个Pixel 我们是就是把它 会把它当做一个Token 那为什么叫做Token 因为这个是在 从自然语言处理所带来的一个名词 因为在自然语言处理你每一个字 每一个字我们就是一个这个Token 是一个Token 所以在Pixel 影像这边 那每一个Pixel也是可以把它当做一个Token 那传统上来讲 Convolution Convolution的计算是什么 因为我们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你这个三乘三的 这边跟你的影像做相乘相交 所以它等于是在一个很小的这个window里面 window里面去把你的这个 呃这个window里面的这个Pattern 把它给认出来 认出来 那因为你的kernel的这个关系 通常都不是很大 通常不是很大 所以代表你所看到的这个认的这个Pattern 都是一个比较小范围的 那你你很难做到呃 不是这种 local的这个呃 Pattern的这个部分 所以所以你如果你要做到呃 更大范围的 不是local的这个 Pattern的这个辨认的话 那我们之前的做法都是要做什么 就要把它叠得很深 就把它叠得很深 所以所以这个是我们之前在 呃Convolution的时候 然后我们怎么样子做到 比较是比较大的这个 Pattern的这个辨证 我们是靠跌很多层 跌很多层来来达到这个 呃部分 啊那那self tension 好或讲呃Transformer里面 那基本上他也是 呃把多个pixel的值 把它给累加起来 累加起来 只是他累加的这个呃 呃部分好这个不 不只是局限于local的pixel 他是看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呃范围 更大的范围 所以所以呃 比如说你在辨识这个 这个大象的时候好 那他的这个身体的躯干 还有他的四肢这些好 比较重要的这个部分就会 都被他整个呃一起抓抓出来 所以这个是呃 self tension的这个部分 啊那那整个来讲啊 整个来讲那CNN他其实本身 我们在最早跟各位做 Convolution介绍的时候 有介绍说为什么可以 会发展出CNN的这个呃结构啊 也就是他事实上 呃引进了一些我们人在 认知的时候的一些 呃观察的一些重点 比如说我们有提到CNN他有什么特性 就是会有 所谓的translation invariance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说你不管 你的filter移到哪里啊 你到哪里他事实上都会抓 都可以抓到相同的这个pattern 然后他也都是比较局部性的 都是看局部性的这个部分 那这些特性啊这些特性都是呃 本身来讲就是convolution 本身的一个 所谓的 鲜艳假设啊鲜艳假设 我们就等于就是你在做这个model 用这样子的layer的时候 我们就假设他有这样子的一个 呃 呃条件 呃条件 所以这个是呃如果我们讲的比较术语一点 这个就是所谓的inducted的这个bios的这个 呃部分 inducted bias的这个部分 那那这边呃 inversions的部分我想我们就不用特别 特别去讲 他就整个都是一个local的这个 呃operation的这个部分 对我们的这个model来讲 他其实有什么好处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在后面其实会看到 会看到 呃 那这个如果连结到我们在最前面跟各位提到的就是说 你的deep learning的model deep learning model 如果 你要让他学的比较好 但是你又没有那么多的data size 或那么多的capacity的时候 如果你给他一些适当的什么工人智慧 工人智慧 也就是有些鲜艳的假设在里面的话 有些鲜艳假设在里面 那你事实上可以讲 降低他所需要的资料量 还有降低他的capacity 降低他的model的这个大小 所以CNN在这个部分 他的这样子的一个鲜艳假设 这两个的鲜艳假设 那事实上是非常符合影像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的影像 本身他具有这种local的这个特性 主要都有这种local特性 然后有这种translationvariant特性 所以这个是针对这种影像 在做这个处理的这个部分 那transformer而言 他相对而言 他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鲜艳的这个假设 他并没有这样的鲜艳假设 他也没有这种local的这个特性 那transformer而言 他是有什么特性 他是permutation invariant 也就是说你的输入的这个顺序 你把它完全调换 完全把它打散的时候 对他的结果是完全一点影响都没有 影响都没有 因为他都可以看得到 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 那transformer在做的时候 transformer在做的时候 他就很不太擅长处理这种影像的这个资料 因为影像的这个资料都是一种2D的这种 比较规则的这种资料 那transformer在做的时候 他都是处理这种所谓的sequence的这个资料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都是用在NLP里面 这种sequence的资料 所以等于是要 所以你要处理影像的这个资料的时候 你就要先把它摊平成1D的这个部分 但是你我们的影像其实都蛮大张的 一旦摊平成这个1D之后 这个资料量就很大 那就会你的这个计算就会爆掉 所以为什么NLP transformer在NLP 这么成功之后 过了好多年才有人把它用在Vision上面 那其中一个原因当然就是 你直接展开来直接套用在Vision 影像上面的话 他其实会面临这样子的一个计算量 会爆掉的这个问题 那后面我们就会来看 到底是怎么样子解决这个部分 那基本上Vision的transformer的部分 主要用到的都是他的encoder端的这个 呃 部分 encoder端的部分 因为 呃decoder的部分主要是给这个NLP这边在用的 因为他是比如说你要做这个 做 做这个 呃语言翻译 你的翻译也好 那那你 你才要再得到另外的 一组的这个句子 你才会需要用到decoder的这个 那如果你是做影像分类的话 其实我们 呃拿encoder 去萃取这个资料就可以 这个是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NLP用的transformer的这个部分 那你的输入的这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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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呃 每一个字这个就是一个token 我们顺便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个名词 名词 在NLP里面这个这个会把它切成一个一个这个叫做token块 token块 然后你要喂进去的时候我们会先把它转成embedding 用embedding做一个转换 embedding做一个转换 然后再加上位置的这个资讯然后转成一个sequence的这个 这个序列型的这个资料 然后你经过先我们会先做这个layer nomination 然后再加上multi-cad的self-tension 然后这边一层 不然tension 然后这边我们再加 呃非线性的这个部分 NLP 那NLP的部分基本上 呃就是呃两层的这个fully-connection 两层的fully-connection 所以这个是呃整个transformer的这个 encoder的这个架后的这个 部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第一个这个 呃用在 影像分类上面的这个transformer vision transformer就是这个 这个google提的这个VIT 那他怎么解决掉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呃问题 我们刚前面讲的问题就是说 你要把这个transformer把它用在这个 vision上面 如果你是整张影像把它丢下去的话 那展开来这个太大 太大 因为transformer的这个计算量 基本上是平方 啊tension的部分 是平方被成长 所以这个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 所以所以在呃VIT里面 他的做法是 会先把一张影像 先让一张影像把它切好 切成16x16的这个 那这样子就就变得 呃你的这个 要计算的这个部分就 就比较小一点 你这样子的一个page 然后呢 那我们这个是2D的 好是影像部分 那那我们要丢到transformer以前 那我们要把它转成sequence的这个 呃资料 转成sequence的资料 所以所以这边就会类似我们在做这个 NLP一样 所以我们会先做一个projection 类似做这个embedding 我们刚看到的ward的embedding的这个 呃部分 那所以你把它转成embedding之后 你就得到了这些呃 1D的这个资料 那这1D的资料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最后我们要做分类 要做分类 那那我们分类要要怎么做呢 我们就把每一个这个 我们最近看到的这个0123456789 这个这个就是 我们要学的这个类别的这个部分 也是把它变成一个embedding的这个vector 跟我们的这些patch把它给合并在一起 合并在一起 然后一起丢到我们的transformer 的这个encoder去 那这边就重复几个 重复几个看你要叠几层 好然后最后 最后我们再把 刚刚看到我们刚刚这边学到的 最后这边会得到这个class的这个 的这个embedding的这个vector 再经过一个nlp层 nlp层就得到了我们最后的这个结果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这个 这是比较详细的这个 图的这个部分 那首先我们来看比较简单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这个transformer的这个部分 transformer的部分 这边的这个结构就是我们刚看到的那个nlp用的这个transformer结构 也就是你这边输入这边会先经过一个lnln 然後我們算它的Self-Tension 所以這邊會分別去算出這個QKV去算 這樣子 然後加下來 然後這邊再經過一層LN之後 再接一個NLP 那這邊NLP就是兩層的Furley Connect 然後中間的Activation Function用的是GULU 那用GULU的原因是因為 本來這個NLP裡面用的就是GULU 所以他就直接把它拿過來使用 那這邊Self-Tension的部分 就是我們剛前面有在講NLP的時候 有講到你就會先 每一個這個輸入會先經過一個矩陣 先經過一個矩陣 得到它的這個QKV的這個部分 然後做先Q和K做相乘 QK可以相乘 然後再經過SingWay再跟V相乘 然後再最後整個Concrate 再Linear乘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部分就跟我們前面的是一模一樣 然後只是把這邊重複畫一下 那我們比較細部的來看一下 細部來看一下整個VIT的這個做法 VIT的做法 那這個是我們的輸入 那它因為是用在那個ImageNet上面 所以這個輸入是一個24x24x3 三個Channel RGB三個Channel的這個輸入 那我們首先 首先先把它切成16x16的這個大小 然後不重疊 不重疊 然後呃這邊這邊呃就 要做這個Embedding 做Word做Embedding 那在NLP裡面會做 因為它是要轉那個文字的這個 部分 用做WordEmbedding 在影像這邊 這邊的Embedding呢 就直接用一個這個Convolution層 VIT這邊它是用一個Convolution層來取代 那這邊的Convolution層 呃就是跟我們Page的大小 呃是一樣哈你的Page是 呃16x16哈 那你的Kernel就是16x16的大小 然後Swipe16也就是不重複 不重疊的這個 呃狀況 好那你這樣子切之後 那你的24x24 把它切成16x16的話 你就會得到 14x14個這麼多個Page 這麼多個Page 這麼多個Page 那每一個Page 每一個Page 每一個Page 呃 那每一個Page的這個 這邊是14x14個這麼多個Page 那每一個Page的大小 每一個Page的大小是 16x16x3好 乘起來就是768好 768好把它攤平 把它攤平 把它攤平 好然後我們再把14x14這邊再把它給攤平 那就變成是196x768 這樣子的一個Sequence 這樣一個Sequence 那這樣子我們就完成了 把這個影像 影像的這個部分 把它Sequence化 把Token 把Token化 所以這個是影像的這個部分 然後接下來我們呃 再進入到Encoder 去萃取這個Feature之前 那因為我們要做影像分類 所以我們這邊呢 就我們有768好 768個好 那我們每一個 每一個這一個 呃 每一個這個好 我們都加上一個這個 class的這個Token 跟這邊做合併 跟這邊做合併 做合併 然後那一樣我們跟NLP一樣 我們也要再加上這個位置的這個資訊 所以這邊也是做一個Position的這個 Embedding的這個部分 那那VIT用的Position Embedding跟 NLP那個時候用的是一樣 就一樣是這個Science Soint的這個 呃 Function 把它套進來把它加上去 然後呃 在丟進Encoder之前 他這邊有一個Dropout的這個部分 那那這個 呃 Encoder就重複12次 然後 然後 最後 出來的這個結果 我們經過一個LN之後 Encoder之後 那 我們就把 就會得到197乘768 197乘768 也就是跟這邊 這邊後面 後面這邊合併出來的這個數據 這裡合併 就是你的class跟你的patch 這邊合併出來的這個數據 一樣會得到這個大小 好 那到這邊的時候 我們就只要把那個 這個屬於class token的那個部分把它拿出來就可以 剩下的就把它丟掉 剩下就不需要 因為 這個時候我們的這個 這邊的這個class token的部分 在經過這樣一連串之後 他就學到說 他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東西 好 所以就把這個東西再丟到這個NLP裡面去做分類 做分類就可以 所以這個是 就是VIT的這個 結構 VIT的這個結構 好 那 這個Encoder的這個結構 跟我們剛剛前面看到的是一樣 也就是 這邊進來 LN 然後subtension 那這邊訓練的時候會加上 Drabout的這個部分 然後後面再接LN NLP 然後 Drabout 這個出去 那NLP的部分就是兩層的這個 LinearLayer 那LinearLayer 其實它 這個部分 實際上做起來就是一個 就弗利康內層 那弗利康內層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1乘1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1乘1 是一個1乘1的convolution 的部分 好 然後 這邊用到的activation function GLU是這個 Gaussian Error Linear Unit 也就是這個 藍色的這條線 藍色這條線 也就是在這個 負的 靠近0的這個 附近這邊呢 還會有一點點小小的這個值 然後比較遠一點的這個部分 它就基本上就是趨近於0 也就是在0附近這邊 會稍微再多保留一點點的這個值 會有些梯度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GLU的這個部分 也沒有問題 關於這個VIT的這個部分 好 那給各位看一下 VIT它這個到底學到什麼東西 我們先看第一層的這個部分 那這邊這個是我們在前面看到的 這個Snet的低層的這個convolution 它學到的這個filter filter的樣子 那我們 我們在前面有跟各位提到過 你的filter學的時候 filter應該怎麼樣學是比較好的 是比較好的 最好的filter應該是 你的每一個filter最好都長得不太一樣 那這樣子你可以萃取出最多 不一樣的這些多樣化的這個特徵 這樣子的filter是比較好 所以這個是RxNet得到的這個部分 那VIT的第一層的這個embedding的這個filter 如果你把它攤開來來看 攤開來看 其實都長得蠻像 都長得蠻像 而且面層的部分 它的這個filter其實都很像 其實都很像 所以它最主要的filter的這個trade的部分 只要落在後面的這個transformer的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是VIT這邊做的這個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整個 receptive field的狀況 receptive field的狀況 好 那這一邊這個部分是 我們的這個convolution層的這個部分 convolution層的部分 我們就是直接疊3x3的kernel 然後24x 然後我們中間也沒有任何的這個 down sample的這個部分 那所以你會看到說 隨著你的這個深度一直增加 它基本上是一個線性的成長上去 好 那你要這邊到24x的時候 你看到的這個範圍就是到50 50x50的這個大小 所以你要看很深的時候 你就要跌很深 就要跌很深 那我們在前面CNN的時候 我們為了加速它的這個receptive field 看的這個範圍 我們基本上採用了幾個方法 一個是什麼一個用down sample 或是pulling pulling的這個方法 因為你每經過一個pulling 你就是兩倍擴張好兩倍擴張好 所以它就會變成是一個指數型的 增加你的receptive field的這個方法 不然你完全這樣子線性的這個增加上去的話 你的那個 要跌的成數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深 才有辦法看到非常遠的這個部分 好所以這個是convolution的這個部分 那你會發現前面層的部分 它其實就 能夠看的範圍就真的很有限 就很有限 所以這個是convolution 它的這個運算本身是一個local運算的這個部分 但是如果是vit vision transformer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的A軸的部分 是你的網路深度的這個部分 Y軸的部分是它能夠看到的範圍 那你可以看到說 即使在第一層 第一層 第一層 它能夠看到的範圍 就是它整個的 global feature的這個範圍的這個大小 那當然隨著你的深度越深 它就會慢慢收斂到比較大的這個 resetive field的這個部分 但是對vit而言 這種global的attention的話 因為一下它整個就是都看到 所以即使在你第一層 它就可以看到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距離的 一個feature的這個global的這個特徵 其實就已經都可以抓得出來 所以這個是vit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給各位看一下它做出來的這個 這個是不同的這個影像 然後我們看它的這個 會關注到的這個部分 所以都是一些比較最主要 我們會拿來做特徵判斷的這個部分 有些特別highlight的這個部分 那這是它做出來的這個 一些參數量還有head的這個大小 那這邊大概可以給各位訓練一下 那基本上它訓練的時間 訓練時間 要到9.9K TPU的call date 這個部分 但是用vit 前面這幾個是vit 它訓練時間都還比這個要來的小 那這個部分某方面就是代表說 因為vit的這個計算 它的self-tension計算 它基本上是都是這種矩陣 矩陣乘法的這個計算 那Google的這個TPU 它其實本身就是專門為了這種 矩陣計算的這個部分 所以它非常適合在這種的加速器上面做平行化 它的平行化的這個效果其實上非常的好 所以它的訓練時間其實並不見得會變得比較差一點 那是更更短的這個訓練時間 那我們講完了第一個這個 Vision Transformer的這個部分之後 那接下來我們針對這個VIP的部分 我們稍微做一些比較更深入一些討論 然後我們來看後續的一些 大家的一些改變和改善的這個部分 那首先我們來對比一下CNN跟Transformer 它有什麼樣子的一個差距 第一個CNN它基本上是Shift and Barrier 但是Vision Transformer不是 呃 然後對比的就是Vision Transformer 你把它的這個位置 叫做一些交換 做交換它其實是不會改變 但是CNN這個不是 所以這 這是兩個最大的這個不同 然後呃 CNN的計算主要都是Local的計算 因為它的filter都是這種比較小的 3x3啊5x5或7x7的這個部分 那Vision的這個部分 Vision Transformer的部分 它就不是 它 呃 如果它是比較Local的計算的話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切Page 我們切成一個比較小的一個 16x16的這個 加小所造成的這個部分 那這兩個呃 都 都有這些呃 參數共用的 呃 部分 那 那 那隨著你的深度增加的話 深度增加的話 那一般我們CNN的部分 通常會搭配這種Dun sample 的這個部分 所以它的解析度會越來越小 然後你會得到越來越好的這個 呃 feature 所以CNN的結構通常都會形成一種呃 金字塔形式的結構 金字塔形式的結構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看這個 它的呃 它的 feature map的分布的話 在最前面的時候會是最大 然後就會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形成像這樣子一個金字塔形的一個 結構 那如果是channel數的話 channel數就會越來越多 會越來越多 那但是像VIP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它其實並沒有 沒有這樣子的一個變化 它等於從頭到尾 它的 feature map的大小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 然後channel數呢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那這種 這種的結構 有一個名詞叫做isotropic 就是它都是所謂這種單一性的 單一性的這種呃 結構的這個形式 那這樣子的形式也算是呃 算是傳風的這種結構還蠻 獨有的這樣子的一個 呃 結構形式 還也還蠻有意思的 跟跟我們的CNN 比較習慣的CNN的這種呃 金字塔形式的結構是呃 截然相反的兩種的呃設計 設計 狀況 那這是一個各位可以參考的這個部分 那 那基本上 呃 那你有足夠量的這個 你們可以看到哈 CNN它其實因為有這些 呃 Inductive BIOS的這個 呃部分 所以 所以呃 它可以用比較少的這個資料來 來學 那Transformer其實都沒有 沒有這些鮮豔的這個知識 那那是不是可以透過 給它足夠大的這個呃 資料量 那 它就可以克服這些 你即使沒有鮮豔知識 它也可以學到很好的這些 這些 特徵哈 那那這樣子的話 會不會造成說你的這個訓練的這個時間 呃 會大幅度的這個 拉長 啊 大幅廊長 那在進入到這個之前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 回顧一下 那我們其實在前面 會看到一點就是說 當隨著你的這個呃 data 你的model size不斷的這個增加的時候啊 乘數越來增加的時候 那通常來講哈 你的這個呃 準確度這些都可以呃 增加上去 然後當然你的計算的這個 需要的這個時間 也會也會呃 不斷的這個增加上去 那那這個事實上有 很多的論文都在都在探討這個 呃部分 這個 那這種呃 越大的這個 資料量哈 越大資料量 那其實他事實上主要都會 呃 要配合你的這個 model 也是要比較大的這個capacity 也就是 你可能要比較深 而且是要比較寬哈 比較寬哈 他才會得到一個比較好的這個 效果 我們這邊下面是呃 這裡是ImageNet ImageNet 然後這邊呃 這個是Google的這個 ZFT300 300mm 等於是300 mm張的這個影像 是一個非常非常大幣 這個 ImageNet 這個是一個mm 至少大兩個order 大兩個order 那你可以看到說 呃這個 他本身來講哈 他有這樣子一個趨勢 也趨勢 也就是我們前面 有在跟各位提到的 當你的data size 增加的時候哈 data size增加的時候 資料量訓練的資料量越多的時候 你可以期望你的準確度 是會增加的 你會看到哈 這個resnet 152的這個部分會增加 但是這件事情不是 每一個網路都會有 這樣子的效果哈 那你會看到另外一個這個是會反向 就是下面這一個 這一個 那這個是resnet 50哈 resnet 50的這個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resnet 50 他反而到 ZFT300 這麼大的這個 Data set的時候 他的準確度反而掉下來了 反而掉下來了 那還是比原來的這個還要來的好 但是沒有比這個好 這邊往下掉 這邊往下掉 所以 所以 我們前面跟各位提到的 就是說 你給他越多的這個資料量 準確度會往上升 那這件事情 你還要再加上一個條件 就是你的網路本身的 這個capacity也要夠多 也就是他有辦法 可以學到這麼多的這個feature 所以他的 呃 參數量 這些可能都還是需要比較大 才有辦法 才有辦法 好 所以 所以這個是 好 那這個部分 尤其在NLP裡面 是特別明顯的這個 部分 影像 影像的這個部分大概在這裡 影像的部分在這裡 那NLP的這個部分的這個 參數量是到這裡邊 呃 各位要看一下這個單位 這個單位是 這個是Tera Tera等級 Tera等級 我們一般影像的大概都是 都在 幾百 Million 大概通常都是小於一個Billion的這個 部分 那 NLP的這個是這樣 那 那 NLP的當然裡面的這個 主要的網路結構都是 成功能 成功能 所以成功能本身來講 他 這樣子的結構 本身就是 可以很有非常大的這個capacity的這個 部分 那 影韓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 用這樣子的結構的話 你給他更多的這個資料量 他其實是可以學的更好的 是可以學的更好 那 那NLP當然因為我們人 在溝通本來就都是用這些語言 所以這個網路上的這些language 這個資料量是無窮無盡 所以是非常 呃 很容易去得到大量的這個資料 可以得到這個部分 那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用在Vision看起來的樣子是怎麼樣 我們看一下這個圖 那這個圖的 Azo的部分 這邊就是ImageNet 然後這是ImageNet 21K 這是CFT300的這個部分 那分別針對幾個不同的網路 那這個BIT的這個部分 就是一個RescueNet的這個網路 那 在ImageNet的時候 那 這個我們傳統的這個convolution的這個結構 他的這個performance 會 VIT要來的 其他的都是VIT 圓圈的部分都是VIT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到這個 你的Trending的這個資料是 有這麼多的話 那VIT的這個結果 Vision成功的結果 反而會比CNN的要來的好 CNN的掉到 然後 交到這裡來 交到這裡來 所以 那 那你可以 你可以看到說 對 Vision Transformer 而言 那基本上你要讓它 達到那個效果的話 你需要非常非常大量的這個 資料 好 那對ImageNet 它其實是有一點overheating 也就是 對ImageNet 對它來講 其實應該說不夠它吃 它的這個資料量是不夠 這樣不夠的這個部分 所以 所以 所以像ResNet的這種 結構 這種CNN的結構 對於比較小的這個 dataset是比較有用 但是對於比較大的這個 dataset 那這種attention 這種high capacity的這個 其實會 得到一個更好的這個 結果 好 那這邊是另外一個這個 NC的這個例子 可以看到 如果都是用VIT的話 你這個 逐漸 增加這個資料量 它就會逐漸的這個 上去的這個部分 所以 所以 Transformer 確實 可以 學到 透過這個 給它非常大量的這個資料 它可以學到很好的這個特徵 比如我們 用CNN的這個結構 加上這種 鮮豔的這個知識來講 它還 它透過資料本身自己去學 到這些鮮豔的知識 它會學得更好 會學得更好 會學得更好 那這些會不會造成它 在計算上面 訓練上面會花更多的這個 Course 那其實不會 如果我們看一下 隨便我們 用相同的這個 準確度來看 相同的準確度來看 相同的準確度來看 那你會發現 Transformer所需要的這個 計算時間 成您的這個 Fab數 那事實上 還會比 CNN的這個要來的少 來少 那有人在做 當然會把這兩個 把它給 合併 也就變成 你的影像這邊 前面的部分 先用這個 CNN的這個結構 然後後面再接 Vision Transformer 有人這樣子來 來做 那這樣子的話 一個好處是 因為CNN的結構 它對 它有這些鮮豔知識 有些鮮豔知識 那有鮮豔知識的話 它對 比較小的 Data Set 你的資料量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它會學的比較 比較小 所以 所以 有這樣子的一個 處理方式 那有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就 一一來拆解 Vision Transformer的這個部分 看它的每一個 不同的component 是不是真的 一定有它的那個必要性 比較必要性 那剛剛我們看到整個 VIP的這個 結構 VIP的結構 就是 我們把這個影像 拆成16x16的這個 Page 然後我們做一個 Linear的Projection 然後我們這些得到的這些 Token或講Page 我們這個就是一個 然後 我們 會做這些 NLP層 它等於在 Channel的這一層 做一成一的這個 Convolution 然後 我們不同的Page之間 不同Page之間 那 你可以做Attention 或是做Convolution 得到它 彼此之間 不同Page之間的這個關係 那你是不是真的 只能用SelfTension 你可以 呃 不要這個SelfTension 可以把SelfTension把它拿掉 我把這個部分 又直接換成了一個NLP NLP 那這個是不是也可以做 也可以做 那也有人做了這個 那這個事實上就是VIP做完之後 Google他們又發了另外一篇論文 叫做NLP Mixer NLP Mixer 那這個的結構 結構其實這樣 也就是把原來的SelfTension 的這個 部分 SelfTension的部分 這邊 做 等於把這邊的這個Channel 的這個部分 把它 Transpose一下 然後沿著這個方向 去做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 那這個其實 等於就是 你 把不同Patch的同一個位置的 把收集進入NLP 那這個在算什麼 這個東西在算的這個部分 其實相當來講 他就是在類似像我們做那個 Dashwise的 Convolution的這個部分 我們前面在在講到 我們可以 你們的三乘三的Convolution 你可以把它拆成Dashwise加一乘一 那後面的這個Channel Mixing的這個部分 這個就是原來的那個一乘一的NLP的部分 那前面的這個部分 它就是作用在你的這個 spatial的這個部分 其實就是類似一個 Dashwise的 NLP的這個計算 那這樣子的話 因為它就是稍微轉向 所以它就是作用在 它就一個名詞叫做Token Missing 那它的這個Token其實就是我們的Patch 你就是算不同Patch之間的觀念性 算不同Patch之間的觀念性 所以 這個就是 那整個NLP Mixer就是這樣子的 你可以看到就是一個Dashwise加一乘一 這兩個 交替著一直做 一直做 那我們先講到這邊 先下課 我們 好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NLP做出來的這個部分 那 這個 這個跟Trenformer的其實還蠻像 也就是 你的這個 輸影像是這個 把它切 切Patch 然後把 裡面的這個Pixel把它做Shuffle 做Shuffle 那你丟到這個Mixer裡面去 NLP Mixer裡面去 那你會看到 這兩個 這兩個 我們人看當然覺得這個完全沒有意義 但是 對NLP Mixer來講 它有這種 就是你 調換順序 對它來講其實都沒有差別 所以它會得到完全一模一樣的這個結果 完全沒有 那當然整個Global Shuffle這個當然是不行 那ResNet的話 這三個都不一樣 這三個都不一樣 所以 這個是 那麼 這個NLP 或是Trenformer的這個 會有類似像這樣子的一個 效果 那這種的話 它得到的這個效果也不錯 我們這邊 這個就是 這個 就是Mixer的這個部分 這幾個 也 可以得到還不錯的這個跟VIT的這個 Cost 還有這個 Performance都還蠻 蠻接近的這個部分 好 那我們稍微插開一下話題來講一下這個 跟解析度有比較有關的這個部分 對 那 基本上我們前面看到的這個福利康內層 福利康內層 基本上它 跟你的數解析度比較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反正都是Sliding window這樣子掃過去 所以 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那 Transformer的話 基本上大概問題也不是很大 你就是大概手動把這些position的這個 embedded 把它重新做一下 resizing 它就可以用在不同的這個解析度上面 但是如果是NLP的話 這個就比較 我們知道NLP的這個 輸入輸出大小就都綁定住了 所以這個是比較不太能夠用到的這個部分 那 那 另外 Attention的這個計算 我們前面其實有提到過 它事實上是一個 平方倍的這個成長 所以 你越大的時候這邊的 Soft就會越低 速度會越低 所以這個是管理解析度的部分 所以我們講到這邊 大概 各位可以看到說 Vision Transformer 它透過 給它大量的這個資料 即使你沒有這些 Inductive BIOS 這些信念的這個知識 它一樣可以學到很好的這個特徵 這些Vision的這個特徵都可以 那 Attention Subtention也不是裡面最關鍵的這個部分 你可以把它拿掉 替換成NLP層 它其實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所以 Attention也不是一個唯一關鍵的這個部分 但是你用它這個 其實 也是還蠻好用的這個部分 那 那 CNN的這種 Inductive BIOS 那 有時候不見得是那麼 那麼直覺的這個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那 VIT的這個 剛從我們這邊這樣看下來 各位大家就會有一個 感覺 感覺就說它要效果比較好 你就要給它非常非常大量的這個資料 那如果你沒有這麼大量資料的時候 它是不是就不行 就不行 那 那這件事情要怎麼辦 所以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來看看這幾個部分的這個問題 就是 你如果沒有這麼大量資料的時候 它的撐寧是不是還是OK 還是有辦法可以得到很好的這個效果 好 那 那 接下來我們也會提到 我們可不可以把這個VIT和CNN 把它做混合 做混合 那 那 因為VIT 它很明顯它有一個好處就是什麼 它是一個比較global的 這個 呃 這些receptive bill的資訊 它都可以抓得到 而且它的capacity事實上是很好 事實上是很好 所以 所以可以隨著你的大量的資料 它可以學得比較好 那 但是我們的影像本身 它 就是有具有這些很好的這個特性 那我們的 tonsolution層 它本身 的這個 深夜假設 就是很符合這些影像的這個特徵 那既然是很符合這些影像的這些local特徵的話 那 你變成就只需要少量的這個資料就可以用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兩邊的這些好處呢 把它做一個結合 那也就是我們的model的這個部分 就變成是這種vision transformer跟這個CNN 一個混搭形式的這個結構 那要怎麼混搭 會得到一個比較好的這個效果 我們會來講這個部分 然後最後我們會來講 這個model它的在scaling上面 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 那首先我們來看到的是 關於這個transformer的這個訓練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用比較少的這個資料 也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好的這個訓練的這個效果 那主要透過幾個方面 幾個方面 那基本上你等於是 一個固定的這個dataset 那你要增加資料量的話 我們在前面有學到過 你可以透過一些data的一些 augmentation的這個部分 一些比較好的訓練技巧 加上一些regulation啊或者是 做一些disulation 去跟這個CNN去學 那這樣是不是可以學到跟CNN一樣 然後當然另外一個就是你的這個optimizer的這個部分呢 可以是不是有一個更適合transformer的這個optimizer 而不是是用CNN-based的這個optimizer 或CNN的這個optimizer 所以這個是針對這幾個部分來看 那首先我們看到的是 這個針對訓練資料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是在2021年 大概是這一篇提出來之後 大概在於半年之內 就有人提了這個 他等於就提了幾個training的一些方法 那主要是加上了一些 Argmentation Regulation 還有一些disulation的這個部分 那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原來的VIT 基本上他沒有加上這麼多這些 Argmentation的這個部分 那他這邊就都把它加上去 那發現他可以得到 得到還不錯的這個效果 可以得到85.2 用這個ImageNet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其實85.2的話 大概就跟 比 差不多就跟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比較好的那個CNN的這個model 就差不多了 所以Vision Transformer 你給他一個比較好的這個訓練的方式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 所以有時候這個就告訴各位 就是說 你在評估一個架構好不好的時候 有時候你不能直接看論文說 他的結果說他比較好 你就說他這個是比較好 那你要看他的這個整個training的這個條件 要在相同的training條件底下 你這個評估才會比較有意義 因為很多時候你改變了你的訓練方法 那整個的這個 嗯 準確度可能就差蠻多 光 即使是同樣的這個架構 你改變訓練方法這個就差蠻多 好 那我們看一下他用的哪些augmentation 這是他原始的這個 你可以看一下他用的augmentation 蠻多 蠻奇怪的一些部分 用蠻多的 蠻多的這個部分 那然後 這是他用到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DIT的 DIT的 用到的一些augmentation的一些做法 然後後面也有人 有人 稍微再把這個再簡化一點 再簡化一點 然後這個用的archimizer是 我們前面好像有提過這個 LAM LAM這個是專門用在那個 嗯 很大的batch size的時候的那個 altymizer altymizer 那 他可以讓這個 vit small的這個 可以訓練到跟這個 是一模一樣 有時候也不需要用到這麼複雜 也可以 所以 所以這個是 這個設定的這個 部分 這邊 那 我們看一下這個 DIT的這個部分 那 這個 部分呢 它 加上了這個 額外加上這個 Destellation 那這個部分 Destellation的這個部分 也是當作一個token 跟我們的這個 class的token一樣 一起 一起丟進去 然後 然後最後的時候 這邊 這邊token 它就會學到一些東西 然後跟我們的這個teacher 這邊可以算這個 呃 loss的這個 部分 那 那它 後面也是 沒有用NLP 直接用這個linear的classify 來 來 來做 那 最後做出來的這個效果 看到這邊 這個 比 它是跟EfficientNet來比 EfficientNet是這一條 這條 這條有標什麼 B0 B1 B7的這個是EfficientNet 可以 可以比EfficientNet要 要來的好 這樣 那 那 那這些 呃大量的這些 Argumentation 哈 大量的Argumentation 哈 那確實是 呃對 VIT的這個 訓練 事實上是有很大的這個改善 這邊增加10倍的這個資料量哈 再10倍資料量 這個就真的就上去了 這就上去了 那 那這個當然都是用 這個都是用ImageNet的哈 都是用ImageNet 所以 所以這個 呃 訓練的這個方法哈 訓練方法其實也還蠻重要 那這樣子是不是代表說啊 我們這個當然是ImageNet哈 ImageNet對我們大部分的這個 這個 Model訓練來講其實已經算是一個 還蠻大的一個 Dataset哈 那如果你沒有像ImageNet 這麼大的這個 呃 資料量的時候怎麼辦 好 那我們通常的做法都會搞什麼 哈 就會做Transfer Learning 做Transfer Learning 所以 所以這個時候 呃我們就可以配合著用Transfer Learning的這個 呃方法 比如說這邊是兩個比較小的這個 呃Dataset 好 Dataset 那 呃如果 你 去 去 Found Squash去訓練的話 那通常這個 Error就會比較 你覺得訓練的這個 比較不好 但是如果你可以 用這個Transfer Learning的話 它其實也可以學到一個 還蠻好的一個 效果 所以這個 資料量比較少的時候 一樣 就會用到我們前面先跟講的這個方法 呃 用搭配這個Transfer Learning的這個方式來做 用使用這種Pretrain的這個 model來 來使用 那再來一個部分就是整個的這個 關於它的 呃 Artemisor的這個部分 啊 那基本上如果我們去看這幾個model做出來的這個 呃 它的Loss Function的話 我們會看到說這個是Resonate的這個部分 這個稍微比較 比較 比較平滑比較寬一點 那比較平滑比較寬的意思代表是什麼 這個圖我們前面有看過 比較平滑比較寬的意思就是說 你事實上你的收斂會比較容易 所以這種比較平滑比較寬 你的那個Loss Function 那個SGD在走的時候 他就很容易就走到那個最低點 就很容易收斂 很容易收斂 會得到最好的這個結果 啊 但是VIP或Mixer的話 他這個就是一個非常Sharp的一個秘密 非常Sharp的秘密 也就是說你可能不太容易會走到這個 不太容易走到這個 你不太容易收斂到這個最好的這個結果 他會比較Sharp的話 他的最低的 呃 最低的這個數值的這個部分 會比較勾強 好 所以呃 有人就提了這個 這個叫做SharpNessAway的這個Ultimizer 這個搭配這個VIP來做的話 或是用在這個NLP Ness的話 他的這個Loss Function就會像這樣 欸這個就是一個 比較平滑比較寬的這個部分 那比較平滑比較寬的這個部分 一方面你的收斂會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 因為這是比較Smooth 很容易就收斂到最低點 然後另外一方面 他 呃 等於他的最最佳節的這個部分 事實上不是只有一點 事實上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區域 比較大的一個區域的話 他做一般化的時候用在 呃 沒有看過的資料的時候 他大概也都可以 呃 然後他這個訓練效果就不好 但是這邊 這個都 都還蠻寬 就都可以做得還不錯 所以 用這個來 來做 呃 其實效果就可以上來 所以可以看到 所以這個是 呃 針對於這個 Ultimizer的這個部分 有人做這樣子的一個 呃 革進 好 所以 所以這個是 呃 我們已經看到的這個部分 那 這些呃 Petraining的這個 這個 部分 需要大量資料的部分 我們可以配合這些 Argumentation 的部分來 來做 其實 也可以做得還蠻好 那事實上你也不需要 很大量的資料 也可以用在 呃 Transformer上面 好 那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的是 我們可不可以把這兩個 呃方法 VisionTransformer的方法 跟CN的方法 這兩邊的好處可以把它結合起來 結合起來 那他在 不管在呃訓練時間 或者是訓練資料上面 或者是整個的穩定度上面 都可以得到一個更好的一個 呃部分 嗯 那這個就還蠻多人做了一些 這種呃 實驗 實驗 呃 有好幾篇類似的這個 呃實驗 那其中一篇是這個 這是VSformer VisionFriendly的這個 成former 他其實在做的事情就是 把那個原來那個DIT DIT DIT 那DIT他基本上就 呃 整個結構來講 就跟原來的VIT 其實差不多了 他沒有改動很多 他把這個 慢慢慢慢的把它轉換成 convolution的這個結構 轉換成convolution 結構 那他做了幾個 轉換 第一個是這邊的這個 Page的這個部分 把它轉換成 呃我們比較熟悉的這個 2D的這個 呃部分 2D的部分 然後呃 在中間這邊 在 呃本來我們的這個 每一個 每一個encoder和encoder之間 都是相同的這個大小 都是相同大小 是所謂的isotropic的這個形式 它就變成 呃我們加上這個downsample 這邊有個down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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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downsample 的這個部分 然後前面 再把這個部分 這邊convolution 16x16的部分 替換成7x7和4x4的這個大型 那這樣子的話 就變成我們很 比較熟悉的那種 CNN形式的那種 金字塔形的這個結構 金字塔形結構 然後再下來 再把這個 呃 8x4的這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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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替換成b forward的這個 呃 的這個部分 就越來越接近CNN的這個 呃 結構 所以 所以 呃 所以這個 就是有人會做這樣子的一個 呃 轉換的這個替換 轉換替換 好 那我們首先來看到的 呃 一個就是 呃 呃 蠻多人做的一個部分 就是把這種 CNN形式的這種 金字塔形的結構 跟Transformer做結合 有很多 非常非常多 那這樣子的好處是 這樣好處是 欸你事實上在比較小的這個 Diaset的這個結構上面 好 你事實上 欸不需要很大的參數量 你就可以得到 還不錯的這個 準確度 而且 這種 因為它會一直當simple 會一直當simple 那特別適合你的輸入的 大小是很大的這種 task的這個 呃部分 那這個的麻煩就是 欸你的這個訓練 的這些參數 你需要做一些比較 重新做一些調整 那這方面做的人就 真的很多 這些有相關的一些 conformer的這個 好 那另外 呃有人就是針對一開始 輸入層 啊 輸入層的這個部分 我們原來的這個 VIT的這個部分 他就是用一個16x16的convolution 然後size為16 那這樣子的話 欸 各位想一下 其實大家就會知道 欸這個其實有幾個 幾個問題 第一個 你 每一個 16x16之間 好 16x16之間 那那個pixel 和香菱的pixel之間 其實就 那個關係就被你打斷掉 你就沒有把那個關係把它找出來 所以 所以呃 香菱的這個部分 其他的關係就 就不見 你就loss掉一些這個 呃 資訊 好 loss掉一些資訊 好 然後 另外這個 這個 這個就比較沒有抽取到一些local的這個 這個 資訊 那這樣 所以這個其實並沒有扮演太多的這個 呃 效果 好 那所以如果我們要發揮這個 convolution的這個好處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 這邊 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替換成我們的convolution 我們常看到的這種convolution的結構 而且是 不是只有一層 我們可以有很多層 有比較多層的這個 呃 結構 那這樣子一個 一層的這個 的結構大概跟這個 成峰的這個差不多 差不多 那 那這樣子的 好處是 這樣的好處是 因為我們convolution這邊 以多層的convolution這邊 它事實上可以萃取出很有很有用的這個特徵 哈 因為CNN的convolution結構 它看這種local的這個特徵 它事實上可以學到蠻好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的話 等於就 其實改動不是很大 而且這邊 如果你這邊是用已經是pre-train的這個model的話 這個 訓練起來就更方便一點 所以這個是 針對這個部分來做 那另外也有人針對最後的這個分類 這個部分的這個head的部分去做 那原來的是用這種class的token 那 呃我們前面CNN用的方法是用global fg pooling 那也有人提不同的這個方法 那這幾種方法 其實老實講 就差異不是很大 那就 基本上就隨便選 其實大概都還好 那最簡單的大概就是用global fg pooling的這個方式來做 所以這個把一些 CNN裡面用到的一些方法技巧 其實就把它給搬進 到這裡面 好 好 那另外一個趨勢呢 就是把 因為subtension的這個計算 它是一個 呃平方倍的這個成長 那 就有人覺得說 那我是不是可以替換成CNN 替換成convolution的這個結構 那這樣我的計算 就會比較小一點 比較小一點 好 那這邊大概有幾種的做的這個方式 一個是像這邊 這邊看到的這個部分 呃這邊是輸入層 這個這部分是輸入 然後一點往下 然後前面的部分 前面層的這個部分都是convolution 它只有在最後面這邊 使用這個multi-head的這個attention multi-headattention 也就是senformer的block 它是放在 比較後面的這個部分 比較後面部分 那這樣子的話 是一個這個現在比較常看到的一種的這個做法 那另外一個做法這個是呃 直接在attention layer裡面加上這種locality的這個效果 因為attention它基本上是一個global的這個計算 他比較沒有辦法看local的這個部分 看local部分 好 所以呃 所以這個呃 其中一個代表性的就是這個 Swing Transformer 好 Swing Transformer 好 那Swing Transformer這邊 呃這邊就切 好 切成一個比較小的一個page 然後 然後 然後他在下一層的時候 本來我們的呃 好 VIT哈 他 切了之後 他 呃 你兩個page之間的這些關聯信等等 好 他就等於是直接丟給這個attention 自己去處理 好 那那等於中間的這些資訊他就全部都丟掉 好 那那在這邊呢 他就變成SwingT這邊好 我們下面好像有 那SwingT的這個做法就是 欸他會稍微做一個shifter 稍微做一個shifter 那做一個shifter的話 你會發現 欸那我中間成 中間的這個部分 的資訊我就可以留下來 就可以用到 會有個local的這個 小window來做 所以這個是 在attention layer這邊加上這個locality的這個特性 那當然有人覺得說 你的這個attention就是做global 然後你還故意去 所以裡面再加上這個local 那那是不是你就乾脆就直接用這個convolution就好 因為convolution他做local的這些資訊的萃取其實就很好 你還根本還要再用這個tention 所以這個是 所以就會有人變成是像這樣子的一個混搭型的這個結構 這樣子在做 那還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 呃結果 有人做在這個 pureal domain 然後或者是把這些 呃長度高度channels 都把它給這個 然後讓你打散 然後丟到NLP裡面去去做 所以 每個方法都有人在試 這個 大家覺得這個東西也蠻好玩的 就這個 這個 拼命的發論文 拼命的發論文 那 呃 那我們剛剛看到 就是 呃 即使 你有了這些好的這個 呃 training 的這個 方法是好 那 你用這種serve learning 方法 其實還是可以得到一個 呃效能 其實還可以得到一個還蠻好的一個 效能 那 那 我們前面介紹的這些 呃 VIP 的這些 架構 如果我們相對 本身來講其實已經 已經是不小 已經不小 但是如果我們相對於這個 呃 NLP用的model而言 那還是比較小 還是蠻小的這個部分 那是不是可以再做一個scaling 可以像這個NLP的這個 model一樣可以scale上去 那 那 他們就做了這樣子的一個 實驗 這樣實驗 那 這個實驗的這個 呃 Y軸的部分是這個 計算的時間 等於是計算的fub 數 然後Y軸的部分 是這個AIRROR的這個 部分 AIRROR部分 那 他們跑了幾個 就是不同的model 還有這些不同的dataset的這個部分 那大概可以發現 呃 這邊是 藍色的這個 部分 這個S是代表VITS 就是比較小的這個model的這個 部分 然後T是tiny tiny的部分 B是baseline G是L是比較大的 G是更大的這個部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比較小的這個model 比較小的model 你即使給它比較大的這個 呃 data set 它其實 它的AIRROR也沒有掉下來 那 那 呃 呃 有點像這個NOP的這種model一樣 很適合做這個scaling 很適合做scaling 你給它 很大量的這個資料 很大的這個model 它其實是可以持到還蠻好的一個 效果 非常非常好的這個效果 所以 那 那我們的這個 呃 VIT 你要直接把它 疊很深的話 其實是會有一些小問題 好 那這個 它就是根據我們剛前面看到的那個 DIT的那個結構 DIT結構 那 它本來應該是只有12 跌12成 那你把它 深度加到36成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那個準確度反而掉下來 好 掉到快70 本來是80.5 掉到69.9 把它掉下來 把它掉下來 好 所以 那這個代表的意思其實就是 呃 比較深的這個 Transformer model 在ImageNate上面 你從頭train的話 它事實上這個收斂的效果其實不是很好 其實不是很好 那 那這某方面來講可能就是 呃 一個是架構上 一個是你的training上面的一些 呃問題 好 所以它這邊大概 呃 主要透過幾個方式來 來改變 這個加了這個 layer scaling的這個 呃部分 然後再加上這個 class attention的這個layer 然後它給 呃訓練 針對這種比較深的這個model 來做這個 訓練 那 所以呃 這個大概是我們 呃 呃 講到現在為止 大概看到了一些 呃 部分 那呃 在很大的這個 model的時候 那這個 呃 一般的這些model 的訓練方法 大概都還是ok 但有的是要稍微再調一下 會得到一個 呃 比較好的結果 那 所以這個是我們看到的部分 好 那 這邊大概給各位幾個這個 概念 就是說 Tenformer Based的這種 Vision的model 哈 那它可以得到一個 比較好的performance 最主要來自於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 這個model本身的這個 carpality是 比較好 它可以學的比較有效率一點 所以 那這個的話是從 呃原來的這個 NLP這邊 所得來的一些經驗 那他們發現 這樣子的經驗 靠用在這個Vision上面來講 它事實上也有類似的這個 呃效果 那另外一個部分主要是來自於 訓練的一些方法技巧的一些 為勝 訓練方法技巧的一些 改善 所以後面我們會看到說 那大家就覺得 呃 就覺得說 那你的這個 這個transformer這個效果 可以比這個VIT 要來 比這個CNN的效果來的好 那 如果我們撇除 carpality的這個條件不看的話 那是不是這邊的一些訓練的這個方法 我可以把它重新把它帶回去 到這個CNN的model 我是不是也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這個效果 所以 所以有人做類似這樣子的一個實驗 我們後面會再來看 回過頭來看一下這個conclusionCNN的這個部分的這個結構 那 那 那這些 regulation和這些架構的這些 呃 交替的作用 還蠻多人在研究 但是 跟optimization跟架構之間的 這個 做的可能就 就 呃 比較少 比較少的這個 部分 那基本上 成功的這個結構 那目前來看已經 大家被 公認為是一個 除了NOP和CNN之外 第三個 呃 可以說是一個 universal architecture的這個 形式 也就是說 你任何一個問題 你任何問題 任何一個應用 你都可以用成功來解 只要你可以把它 token化 把token化 或者說把它切成patch的這個部分 把它切了之後 那你就可以把它丟到 成former裡面去 就讓它自己去 去做 那你也不需要有這些 隱含的這個bios 也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問題 都 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 所以只要你可以token化 那你就可以把它丟到成former裡面去 好 那那這邊的 呃 中間的這些成former的 這些encoder的這個部分 欸其實你也不太需要去調整 它的結構 因為它就是一個還蠻 generic的這個結構 所以這些hyper parameter 大概也不太需要一直去調 也可以得到一個還蠻好的這個效果 所以這個是整個deep learning這邊發展到目前 我們看到成former這邊的這個 永化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點 當然我們在前面其實也有跟各位提到過 就是計算量的這個部分 因為sertension的這個計算量是 跟著你的sequence的長度的平方倍成長上去的 但是我們現在在做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會希望我們的N是越大越好 因為你就可以把整個書本的資料 或整個movie的資料 或整個高解析度的資料 整個就可以丟進去 但是受限於你的計算量的關係 事實上是沒辦法做 好所以這個部分就有很多人去探討 怎麼樣子讓這邊的計算量可以降下來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相關的這個 survey的這個部分的這個論文 這個在過去兩年做的就非常非常的多 這方面論文也是多的不得了 多的不了 那不過大概 有一個結論 通常天底下沒有白吃的這個午餐 大概你把這個降下來 得到比較高的速度之後 通常你的quadage都會掉下來 那只是說這樣子的下降是不是可以接受 是不是可以接受 那所以這個是這一個部分 好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好我們主要講的部分 其實應該算講到這邊 後面大概有一些 比較upfing的部分 我們稍微很快的跟各位帶過 我們就可能不太細講 那 呃 Transformer也可以用在 呃 我們前面提到過的這些不同的task 比如說updetation semitation 其實也可以用 也可以用 那我們這邊 呃 稍微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用在 Transformer加updetation的這個做法 這個叫DET 他的這個網路結構長成這樣 長成這樣 那這一天的這個做法 呃 其實的時間點 事上比那個 VIP還來得整 那那基本上來講 他並不是 比較不像是 Vision Transformer這種的結構 也就是他並不是拿 拿Transformer拿來做這個 特徵萃取的這個部分 特徵萃取的部分 特徵萃取的部分 主要還是用CMN CMN 那 那等於是拿後面 Transformer的部分拿來做 Object Detection Object Detection 所以 所以他把這邊得到的這個特徵 透過encoder Transformer的encoder 把他彼此之間的這個關聯性 找出來 然後 再透過Decoder 變成是一個 呃 預測 你的物件的一個問題 物件的問題 這樣子來做 所以 這是一個比較 比較 特別的一個方式 因為 他把這樣子的問題 就變成是一個 所謂的 Set Prediction的一個 問題 那這樣子你可以整個 是一個 End to End去 去解 解這一個部分的這個問題 嗯 那我們大概 呃 這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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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細講 那 基本上來講就是 他把Object Detection 問題變成 是這樣子 就是你的每一個 這個 呃 這邊 一邊是你的光速 一邊是你的這個 呃 是一個 呃 講的比較素一點 這個叫做 Biparty的這種 Matching的這個 問題 哇 這個 這個是一個 還還蠻有趣的一個 呃 部分的這個做法 那細節我們就 就不講 那 在做出來的效果 大概跟 FaceRCN差不多 那 不過後來後續有很多人 呃 有一些不一樣的這個 格式 所以這個是 Tenformer用在 Object Detection上面 那 那另外 呃我們也 簡單的給各位看一下 一些 Tenformer的一些 Survey的這個 部分 那 Tenformer的這個架構 最早是 來自於2017的這個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的那一篇 這個做NLP 所以這個 呃 Taper這個也是 暴漲上去 就是每 以每年的這個方式 那 呃 那Vision的這個部分 主要是在2020年10月 好 VIT這篇出來之後 那這個論文也是暴漲上去 啊 只不過這兩邊的時間單位 有點不太一樣 這邊的時間單位是 每 呃 大概是每半年 每半年 啊這邊是差不多 每個月 還是每個月這樣暴漲上去 對相當可怕 就 對 對這個 還蠻受到大家的這個關注 那這裡面大概有幾個 比較主要的這個 呃部分 一個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 DETR的這個 部分 Appletation的這個問題 用 呃 Tanformer 來轉化 轉換成一個 set prediction的這個問題 所以 所以他的這個 呃 做法的這個好處是 呃 他不見得是最 最好的一個 呃 解的這個方式 最好的解放 通常 但是他提供了一個 比較新的一個 呃 思維 比較提供比較新的這個思維 去解 物件偵測的這個問題 啊 新的思維的話 的好處是比較 可以跳脫原來的這種 呃 bunding bus的這些 matching的這些問題的這個 這個 然後 呃 這邊 呃 後來這個第一天就是這個VIT 那又有人 他是 VIT是用在分類上面 那又有人把他用在這種 所謂的low level的這個 Vision上面的處理 所謂的low level Vision就是比如說做那個 儲物啦 去雨啦 降噪啦 這些 影像處理的這個 呃 問題上面 這個IPT的部分 那後續就有看到 呃 大概去年和今年就很多這些 不同的這個VIT的這個 的變形 那這些呃 最主要 蠻多就是呃 會結合CNN和乘風 或是純粹的這個 這個乘風的這些呃 呃 部分啊 這些變形 那有興趣的各位 可以可以參考一下 這篇的 的 serve 好 這篇的這個部分 好 呃 東西實在太多 這個是用在detection上面 的 這個是DT啊 好 那後面有還蠻多 不一樣的這個部分 也有人把它套在YOLO上面 YOLO上面 Serveintention也有 Serveintention也有 也可以用 好 也可以用這個 呃 把Transformer把它套 套過來好 那用法其實 稍好有點像DETR這邊的 呃 一些用的這個 呃 方式 再做 好 那這邊 好 那最後我們要跟各位提的是 呃 這一個哈 這個 這一個部分 這一個部分 有沒有問題 那 因為 那因為Transformer出來之後 很多數據 看起來好像比 convolution很好 那 那大家就 在 在想說到底應該 這兩個到底是哪一個 比較好 那 到底是 就是 因為這個部分的比較 有時候很難 很難有一個很公平的 這個比較 第一個你的架構不一樣 第二個 你的這個呃 訓練的這個方法 事實上也不太一樣 訓練的方法不一樣 好 好 那呃 因為像這邊大概 Transformer裡面 大概有幾個 第一個 它的kernel是 算是比較大 比較大 然後用到了LN 然後整個 呃 這個 每個region block裡面 這個算是一個 寬度是比較寬的這個 呃 部分 然後比較沒有這種 down sample的這個 部分 有沒有 好 那 所以呃 就有人去嘗試說 欸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把這個 呃 Transformer這邊 學到的一些東西 把它給 造回去這個 convolution的這個 結構 然後可以得到 呃 呃 也可以學到一個 還不錯的這個 效果 好 那他們基本上 就是以這個 Swing Transformer的 這一個 為 為主 然後訓練出一個 結構叫做 convolution next convolution next 好 那它的這個 呃結構 整個做出來 大概長成像 這個樣子 這邊是我們原來的這個 resitude的這個結構 也就是 一乘一 然後這邊三乘三 再一乘一 那這邊一乘一主要是 改變這個 channel數的這個部分 那 convolution next的這個部分 呃 它做了幾個改變 第一個 它的這個 kernel size的部分 這邊 呃是一個 deskwise 然後比較大的一個 7層器 7層器 那用7層器的話 主要是 呃受到 成former這邊的這個 影響 因為成former這邊 這邊 這個 這個 它這個 裡面就用到 用到的就是一個7層器 是一個比較大的這個部分 所以 這邊也用比較大的這個 呃部分來做 然後但是 它把 本來應該是放在中間的這個部分 它把它調換位置 把它調換位置 那調換位置的話 欸這邊 呃計算量 它的這個 channel數比較少 那計算量會比較小一點 所以這個是 convolutionless的這個 結構 那 那 那這邊 這邊 呃其實 他們做了 蠻多的這個 呃 事情 做了蠻多事情 那 主要就是 呃本來的這個 global attention VIT的這種 global attention 這個 計算量很大 計算量很大 那像swint的這個 它就做成這種 hierarchy的這個 形式把它切 切成hierarchy的形式 會有一些down sample的這個部分 好 但是這樣子的話 這個等於是 把convolution的這個部分 又引進進來 好那這樣就 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好那 那這樣 既然你做成這樣子的話 那是不是 你本來convolution CNN就可以做到 滿足這些條件了 你還特地 把這個東西又把它丟進傳說 這就 就有點怪怪的 所以 所以大家就 直接把這個 呃 那resnet這個結構 來 把成功的這邊看到的一些方法 把它套進來 好那這邊 很細 欸 它做了很多的這些改變 好那它的這個實驗最主要是 希望最後做出來 最後做出來它的那個 呃 計算量 計算量大概跟swint 差不多 swint差不多 然後 呃 希望可以達到 稍微可以比它再更好一點的 這個準確度 這個準確度 好所以 所以它把呃 成功的這邊看到的一些 架構改變的這個部分 就把它 放進來 把它放進來 那其中一個比較大的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 呃 inverted的那個bottleneck的這個 呃部分 然後用比較大的這個呃 kernal size的這個部分 然後最後這邊 呃 呃 就是我們這裡剛剛看到的這個 完成這樣子的一個結構 那 那 那另外 這是它最後整個的這個 結構 那 那 這邊 嗯 嗯 大概可以看一下 主要這邊 7乘7的 它就完全沒有這些 因為都是convolution結構的 就7乘7比較大的這個kernal size 然後這邊的是3463的這個 如何這邊變成3393 那 所以主要的參數量會落在 後面的部分就跟swint是比較接近 好這個 欸 好 那這是它的一些訓練 訓練的一些方法和技巧的這個部分 大概盡量做的跟 呃 那個 差不多 它也沒有用太多的這個方法 好 那 所以這個 這個大概給各位一個這個 呃 就是說 欸 架構本身好 convolution的架構跟乘風的架構本身 來講 欸 你說哪一個比較好 哪一個比較不好 其實 可能沒有一個很決定性的一個因素 這兩個架構其實都可以達到一個 還不錯的一個 呃 效果 還不錯效果 那你的training的一些方法 其實某方面來講 它還佔了一個還蠻大的一個 呃 重要性的這個部分 所以至少在 呃 影像的這一部分的處理上面來講 那 目前看到這兩個方法 應該是有點平分秋色 有點平分秋色 那 呃 不過大家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呃 這個transformer的結構 當然有一個好處是就比較規則 就更規則一點 比這個 呃 仙的結構來講 仙的結構的變化有時候還蠻囉嗦的 很囉嗦的 好 我們呃 整個應該就差不多講到這邊 我們今天就講到 好 好